唉 用到這幅圖畫了 這幅圖畫終於很感動 其實在說什麼呢 其實我塔羅和尖星都很多客人 經常讚我準那些 多謝我這樣 所以我都不知醜地 自米自誇 我經常都說自己是好評如海嘯的 所以這麼多這些好評準評 我當然會留下來 要用來做好宣傳 但是怎樣用了它呢 那我就想 我未經常用來做那些星盆分析 還有這些星座運勢的背景圖 是不是呢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 朱年生氣象給自己一個新生活 原來這幅好評CAP圖 是朱年的時候CAP的 但是現在 暑年都快來了 但是我終於可以用到這幅圖 那就是說其實我之前都很多那些 如海嘯般的一些準評圖 那些客人的讚賞 所以是很感動的這件事 好了 現在 言歸正傳可以說回 oh shit 先關掉 電話不夠電 好 言歸正傳說回你們 摩褶座 aka山羊座 由現在這個雙子藏門月開始 去到農曆11月尾 即是說去到下一個 在你們自己摩褶座 aka山羊座的那個新月 這段日子之前 即是說什麼呢 即是說由現在開始 總之你聽到這段錄音 開始去到我下次出星雲之前 根據我塔羅牌 和我望回尖聲的異象 那個訊息很簡單 就是你們會被人說壞話 被人背後攻擊 尤其是 第一 這裏會牽涉到其他的土象星座 他們會在你背後搅拌 第二 尤其是在你工作和職場上 但是我不會去解釋那麽多 為什麽呢 因爲其實 由塔羅和尖聲 我可以得出這個訊息 是我自己個人多年研習的成果 以及根據一些經驗 或者客人的feedback 是我observe 到達利 原來塔羅有這樣的 combination 如果在星星上有這樣的 combination 就是 會代表背後有小人會弄小動作 說多次 尤其是土象星座會針對你們 以及在你們賺錢 職場上 那麽 我就不多解釋了 都讓我自己留一手好嗎 是的 哈哈哈 好 最後 我都想說一聲 就是因爲 穆星都入了 Morket 座 你們 AKA 山羊座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最近 在Facebook有一篇長文 就是說抗惡法這個反送中運動的那個去向 和香港人的前途 那麽 裏面都有提到 其實 穆星入了 Morket AKA 山羊座 那麽 那個影響會怎麽呢 是的 那 對你們的山羊來說呢 是一個 你們人生一個很大的轉變的一年 是的 那 然後首先我想提你們呢 你們應該由這年開始去照顧好自己身體健康 是的 尤其是學會早睡早起 因爲其實我塔天亂男本人呢 都開始早睡早起著 是的 所以 我們又可以看回這幅背景圖 你看一下 原來就是還在朱年頭那時候呢 我還是會 凌晨那些時份還在做占卜 是的 跟客人講到十二點幾 然後我下面有一幅相 其實 原來我十二點半 跟著 尖完簿 即是我走下去做健身 但是我現在開始已經要早點睡 是的 那我 希望你們 Morket AKA 山羊 接下來這個木星年度呢 你們自己都要早睡早起 顧好身體健康 同時我告訴你 早睡早起是 整件事是 Efficient 非常之多的 即是我當你十一點上床睡 你睡七個小時 都會精神過你 凌晨一兩點幾 睡十個小時 真的是 那你們相信我吧 你們儘管試一下吧 那就祝你們 接下來這個木星年度 是身體健康 呃 愈以吉祥的 呃 呃